我点头,因为此时影碟机已经独碟完毕,出现了画面,那是在一片深山老林中,肯定不像是电视那么清楚,甚至偶尔有些颤抖,可见拍摄的人并不是太专业,想想也能理解,记录者主要是作为带回来重要消息的人的,又不是记录片拍摄者。 不过,这有什么好重要的,我关心的只是师父的消息,镜头在不专业地记录着周围的一切,在这里我敏感地注意到了,是一个很美很美的地方,周围有嘈杂的人声,说些什么因为太过嘈杂,我听不清楚。 只是过了几秒以后,我清楚地听见了惠大爷的声音。 你让恶先去说,你这个将老嘴,你也有不敢面对的时候咧,你还不如恶呢? 等等,凭什么你叫恶先说,恶就先说? 你又不是恶二舅? 恶,凭啥听你的? 你看恶脸上,写着,怎么二愣四个字? 惠大爷,一直隐忍着,克制着眼泪的我,在此刻终于忍不住了,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 而此时,一个身影狼狈地出现在镜头前面,很像是被一脚踹出来的。 接着,我看见师父的身影出现在了镜头面前。 师父,镜头里的师父终于站住了身子,而整个镜头已经由捕捉风景变成了全程地拍摄着师父的一举一动。 我看见师父站直了身子,看见他怒火冲天地朝着旁边吼道。 狗日的会决,清晨赶提我过来,等一下,老子要跟你单挑。 那边传来惠大爷的声音。 单挑就单挑,我怕你嘞。 五年了,不管是我听到什么消息,或者是看见什么照片,总不及师父整个人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来的慰藉。 即使,我和他隔了一个电视的屏幕。 摄影机上有时间记录,我一眼就看见,那是师父离开我半年以后的时间。 我们终于再见了,很神奇的方式。 空间上,他在屏幕里,我在屏幕之外。 时间上,我已经在五年多以后,他却停留在他离开的半年以后。 五年的思念累积着,我以为我再一次看见他,听到他说话,我会泣不成声。 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师父从小告诫我的就是,想笑就笑,想哭就哭, 否则心气不顺,修心也会有颇多的阻碍。 但事实上,在此时此刻,刚才我听到慰大爷说话时还在掉落的眼泪,神奇地止住了。 我的脸上竟然还带着淡淡的微笑。 没人理解我这种神奇的状态,只有我自己清楚。 正好,还是那么熟悉的师父,那么熟悉的慰大爷。 我只是沉溺在时光中,又与他们在一起了。 所以我不笑,难道还要哭吗? 江师父,在摄影呢? 我听见了记录人员的声音,但丝毫没有把我拉回现实。 但在镜头中,这句善意的提醒倒是让师父神奇地,不好意思地尴尬了一下。 我看见他开始认真地打理他那一头乱发, 牵着着衣服,还拍了拍身上的尘土,然后对着镜头说话。 三娃儿,如果你旁边有怪姑娘的话,前面那一段你要解释一下, 是会觉那个老秃驴在破坏我的形象,晓得不? 否则给老子抄道德精确,一万次,少一个万儿,老子都要抽你。 没有用关枪,是我熟悉的四川香音。 师父竟然在镜头面前说的是四川话, 开口就是三娃儿,那模样仿佛我现在就在他身旁一般。 我也很恍惚,仿佛还是在竹林小柱。 我那猥琐的师父下棋下得输了,又让我帮他洗衣服啊, 然后就是用这种语气威胁我。 我很自然地也用四川话回答道, 我晓得咯,这儿没的怪姑娘,男的倒有一个, 你不用担心你的形象,不就是那个样买? 我绝对受不出你一个心机都不洗澡的事。 在镜头里,师父咳嗽了一声,仿佛这件事情就这样接过去了。 我淡淡地笑,他则走了两步,停在某个地方, 而镜头也随着他前行,跟着停住。 咱玩儿,其实呢,我也没有多的话想说。 你从小在我身边长大,看我看过的风景,吃的是一锅饭, 日子过着,很多时候就我们两个。 现在我到了这个地方,看见这儿实在是漂亮, 所以就想起了你,没有理由师父看过了某一处美景, 而不给徒弟看一下,特别是那个湖,你看看吧,是不是漂亮? 说完,师父指着那个湖,脸上的神情也渐渐平静了下来。 从刚开始那种复杂的激动,克制,夸张地对慧大爷的愤怒变得淡然。 然后,镜头随着师父所指的方向,照向了那个湖。 的确是很美的一个湖,湖面上波光脸焰, 阳光下,薄雾鸟鸟,配合着湖边的青青草坪悠悠竹林。 再看着远处的微微雄山,人间仙境一般的存在。 师父是想与我分享这美景吗? 我的眉头轻轻地痒了痒, 但江一也在看着我。 我的脸上又恢复了淡然的微笑,对着屏幕说了一声。 看见了,师父,不过你估计是不太满足吧? 这儿有没有大姑娘可看? 与此同时,镜头已经转回了师父。 她几乎是与我同时说了一句。 可惜哦,这里没有大姑娘可以看。 我连蹲在这里十分钟的兴趣都没有。 接着,镜头晃了晃,师父一下子哀嚎了起来。 我清楚地看见了,一只五彩斑斓的大蜈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爬到了师父的脸上。 接着,一双白镜的手掐住了师父的耳朵。 灵青奶奶。 灵青奶奶说这些话的时候, 神情是平静的,眼神中有着许多的挂念,但望向师父的时候又变成了满足。 他应该没有什么再多的遗憾了吧。 寨子的大敌已除心疼的小辈如月如雪,也已经长大成人。 在他生命步入老年的时候,终于可以和他心爱的人再次踏上一段未知的旅途,换一种形式成全了爱情的在一起。 所以灵青奶奶才会有如此的眼神吧。 那么我老去的时候,如雪,她是不是也会和我一起踏上这样的旅途呢? 心里想着事情,在那一刻,恍惚中的我,心底终于生起了一丝哀伤,让自己清醒了过来。 但是,我望着屏幕还是笑得很开心,小师父被灵青奶奶掐着耳朵狼狈,太没形象了,笑她们好像很幸福的样子。 就这样,很简短的几句话,一幕风景,一场打闹,师父就在镜头面前消失了。 接着,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镜头面前,带着慈悲的表情,对着镜头行了一个佛礼,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慧大爷,我抱着双膝坐在床下,看着他笑得乐呵呵的,我的笑声在这宾馆里的房间回荡,听着反倒有些寂寞的样子。 但是,我却浑然不觉,只是笑,我太了解慧大爷,下一刻他就会绷不住了。 果然,在慈悲的佛礼过后,慧大爷和我师父如出一辙开始整理衣服,也想理理头发,无奈发现自己是个光头来着,然后有些尴尬地放下了手。 仿佛是为了掩饰这种尴尬,他做了凶恶状,对镜头说道。 慧哥,你这鹅好好的当好和尚这一门很有前途的职业,别一天到晚只想着吃鸡蛋吃蛋糕,但是佛家讲一个原法,若你不是当和尚的料,你就……你就…… 就咋样啊,慧大爷,我对着屏幕问道。 你就办个养鸡肠,这样吃鸡蛋就不要钱了,还可以用鸡蛋做蛋糕。 对了,三娃,你要当不好道士,就和慧哥,一起去办个养鸡肠吧,养鸡很有前途的。 是…… 慧大爷还没有说完,一个身影,忽然猛地冲过来,一脚就把慧大爷踹了一个猎去,然后大骂道。 你,敢叫我徒弟去办养鸡肠,你才养鸡肠,你全家都是养鸡肠。 是我师父,我一头黑线。 我知道又开始了,我习惯性地做无视状,从前,现在,不是一直都是如此吗? 果然,慧大爷,站稳了之后,带着一种疑惑的表情说道, 你说恶全家都是养鸡肠,养鸡肠里只有鸡,那你不就是说恶全家都是鸡? 恶哥,你拼了。 拼就拼,我还会怕你。 早就看你这个老图鸡不顺眼了。 我师父绝对是一个活学活用的人,然后就在镜头里,两人就扭打了起来。 可是我在这个时候,却按了暂停键。 镜头定格在了师父和慧大爷,无形象地扭打画面。 两人都用手抵着对方的脸,正巧同时都很没形象地对着镜头。 姜依诧异地问我,不看了吗? 我的手指轻轻地划过屏幕,停留在师父和慧大爷身上。 我没有哭,只是眼眶有些红,脸上还是依旧笑着。 说道,这种东西,我想我一个人看是不合适的,总是有人也等着和我分享的。 说完这句话,我的神色已经变得平静。 问道,江老大,这个,你可说过给我了啊。 当然,这里面没有什么禁忌,原本就该给你的。 江一神色平静地回答道,我退出了影蝶,小心翼翼地收好它,然后望着江一问道。 为什么我师父会拍这些东西? 即使我心里已经隐隐有了答案,我仍然是如此地问道。 你比我想象的要平静,这个时候,哭,怕也是人之常情吧。 江一没有急着回答我的问题,反倒是问了我一个问题。 我的神情平静,可暗地里却是想从江一的神色中看出来什么。 看出他问我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 无奈,江一的神情一直以来就极少有变化,连眼神也是滴水不露般的,不流露任何情绪。 声音除非特殊,否则都是放新闻联播,我也看不出来个端倪。 不过,我还是回答他,用我早就想好的答案,声音无奈且哀伤。 我很想哭,但是我不能哭。 你知道,无论是哪一脉,山子脉,作为最为善斗之人,总是要撑起这一脉。 不管以后是怎么样,我们这一脉是个轮回,总是要进入那昆仑诅咒的。 你说,我有什么资格哭? 江一说道,昆仑诅咒,这修者望都望不到,盼也盼不来的地方。 你说是诅咒,只是哭出来,或者还好些,不哭才是很伤心伤神的吧。 心情不顺,倒在其次。 是,我是哭不出来,任恍惚着呢,连伤心也不知道了。 说话的时候,我的声音无比的颓废,是实话,却也刻意这么说。 在看了光碟之后,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原本我是有问题要问江一的。 就比如,鲁繁明的说法里,昆仑仿佛只是认可力量,这与我心中的道家仙境恨是不符。 但此刻,也是不问了,我神色默然,仿佛已经陷入了浓浓的哀伤之中,可是我心里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在想着一句话。 我在思考,这件事与我划下,究竟有没有意义? 人跪在自知,跪在自知。 没有为什么,就是单纯的,本能的,让我在想着这句话,可是想了半天,仍旧是解不开其中的滋味。 索性,也就不想了,只是那表情显得越发的木人。 江一站在房间内静静地看了我一会儿,终于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一句, 你,也别太难过了,我木然不打,而江一则是叹息一声,开始收检她带给我的资料。 这时我才有了一次反应,抬起头来,看着江一,眼神很是悲伤和渴望,说道, 难道,就不能留下一张吗? 江一说道,这些资料也是机密,看过,你记住就可以了。 再说,能给你安慰的应该是那张影蝶吧? 我看过,能知道你师父其实是很思念你的。 看过吗?那应该是肯定的吧? 我在心里默默地想着,眼神和神情却同时变得失望起来。 江一收好资料,说道, 哦,我的时间是有限的,我要先走了,只是还想对你说一句,如果憋不住,还是哭出来的好。 换成从前,我应该是会感动的吧,这种长辈的关心。 可此时,我心里装满了心事与疑惑,不自觉地就防备了起来。 但一行青泪,终究是从眼底划出,我不是做给江一看,其实,我还是难过的嘛。 关门声,渐行渐远的脚步,江一离开了。 我一把磨干脸上的泪水,神色恢复平静。 我想,师父应该能够知道,当我想起你,不再是青色哭泣的时候,那是成熟,也是更深的思念。 把思念变成了自己的动力和呼吸般的习惯,你也是如此想念着师祖的吧。 那一早晨,从窗口飘落的纸,上面凌乱的字迹,昆仑。 秋雨总是这样,在昨日消停了一日,今日又是细雨纷纷。 我穿着黑色衬衫,黑色裤子,戴着墨镜,润雨飘洒在我的肩头,神情平静而哀伤地站在这个陵园里。 旁边,同样姿态,站立着小北,园艺大哥,还有高宁。 就是如此,辉哥这一次,被他师父的同门强行地带回了室门,说他学艺未经,连学业都必须暂停一年。 至于强子,他学艺未成,行动也不算自由。 但是他们说了,一年后的忌日,总是会来的,以后的几个月,我恐怕也不能月夜都来了,有事在身。 但我想你们不怪我的,也不要寂寞,因为这一辈子,我也忘不了你们两个兄弟。 香辰,真是可恨啊,怎么可以死去? 说话的是我,说到最后的时候,我老是想起老回冲回去的背影,老是想起红子从藏身处出来,对我说, 诚意,其实我已经死了。 我不想任由这种哀伤蔓延,恨是干脆地打开了随身带来的酒,撒在了老回和红子的墓前。 然后自己也狠狠地喝了一大口下去,然后把酒瓶递给了旁边的小北。 在大针过后,在医院疗养过后,小北的身体无碍,一头白发是怎么也变不回去了。 他也狠狠地喝了一大口酒,带着一种压抑悲伤的语调吼了一声。 痛快。 一瓶烈性的,园艺大哥从北方带来的烧刀子,在我们手里转了一圈,就只剩下了一个瓶底。 剩下的酒,我很干脆地又倒在了老回和红子的墓前,又点了几支烟,放在老回和小北的墓前。 我说道, 盐点上,就也喝上,这几个月也发生了一些事,咱们聊着。 我索性盘腿坐在老回和红子的墓前,其余的兄弟也坐下了。 在秋日的细雨纷纷下,在陵园如此静默的地方,我们低声地开始聊天。 自言自语也好,风言风语也好,偶尔也会轻笑两声。 也许在旁人看起来像疯子吧。 可是,自己的情感或者所有的感情,只需要慰藉自己。 有什么必要,一定要别人理解呢? 无所谓,也不在乎。 从陵园里出来,细雨竟然渐渐地停住,一抹夕阳挂在了天空。 我们竟然在这个陵园从上午待到了傍晚。 园艺大哥带来的三瓶烧刀子,已经不知不觉地喝光了。 走出陵园的时候,我们都已经伴醉。 我这就回去了,女朋友等着我吃饭,估计这身酒气,有点挨骂。 说话的是小北,经历了这么多,终究在时光的沉淀下,他又恢复了那样的腼腆,就如初见时那般。 我也走了,家里的爸妈也等着开饭了。 说话的是高宁,他和小北一样,都住在这座城市。 部门的人,大多是住这城市的。 我也要走了,今晚的飞机。 难得谢尔有时间陪我两天,我也有空。 园艺大哥随口说着,我笑了,大战过后,在普通人眼里如此神奇的修折,过得也是这样平凡的日子。 有的也是这样普通的幸福。 我笑,剩下的兄弟还能有这样的幸福,不该开心吗? 二老回红子,愿你们的灵魂安好,是安好的吧。 我师祖曾经说过一句升华,他们都是灵魂升华的人吧。 我想起了红子走时的那个笑容,手上却掏出了手机,打给了秦怀,让他来接我们。 说道, 园艺大哥,我也要去机场,我们一起吧,让秦怀来接,更快一些。 是的,我已经订好了去云南的机票。 这一次,想着我就笑了,因为我是去接儒雪的。 诚心哥执意要让我去接儒雪,然后到东北与他相聚。 我懂他的意思,我和儒雪也都很默契地认可了他的安排。 我们又怎么舍得不认可? 爱伤过后,总是会有幸福的吧。 就如现在,也就如人生,是没有资格抱怨命运不公的吧。 因为谁的人生没有属于自己那一次幸福呢? 不管那幸福的时光多与少,总也是幸福的吧。 想着,应该为幸福而开心,而不是为逆境而难过。 你想的是什么,自然就会看见什么,感受到什么。 所以怪不得师父曾会说,你笑还是不笑,只是在你自己的一颗心之间。 我的飞机比云一大哥晚了一个小时。 临上飞机前,我分别打了两个电话。 第一个电话是打给父母的。 妈很时髦的出去跳舞了,就是露天大巴子那种,说是为了强身健体,每天雷打不动都去。 接电话的是爸爸,一听是我,爸很开心,问道, 这玩儿,傻手回来,你妈说,等你回来,给你做红烧排骨,水煮肉片。 我微微一笑,每次听见父母说这些家常话,心底总是温暖。 轻轻地吐了口气,我几乎是屏住呼吸,说了句。 爸,这段时间忙疯了,恐怕有春节才能回来,这不,我这就要赶着去云南。 电话那头沉默了,我听见自己的心咚咚直跳,屏住那口气,也不敢出来。 只是紧张,我紧张听见爸爸失望的声音,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过了半傻,电话那头,才传来爸爸貌似平静的声音。 忙的话,那就春节吧,我和你妈倒还好,你不用挂机着。 嗯,爸,我会尽快赶回来的。 我匆匆忙忙地想挂电话,同时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即使不是我不愿意和爸爸多讲一会儿, 小时候离家的那段阴影,让我总是这样。 一旦离家的日子长一点,或者要去做一些危险的事的话, 我就不愿意和爸妈多讲话,总是怕一讲多了,自己就软弱了。 就在我刚准备挂断电话的时候,爸有些犹豫地叫住了我。 三娃儿。 爸,还有啥事儿? 那个,那个你去云南。 是不是去找如雪那丫头? 爸没别的意思,既然你们都是没结果,就别彼此耽误了。 你是个男娃儿,那还好说,人家如雪是个女娃儿,再这么纠缠下去,耽误找得好人家哦。 三娃儿,其实如月那丫头。 爸这段话,说得油油油油,但从老人家的角度来琢磨,也是这么一个道理。 可是,一股子酸涩味儿,还是不自觉地从我心底蔓延开。 我不习惯对着爸妈说谎。 但有些事情,不得不说谎。 我赶紧打断了爸爸的话,说道,爸,我不是去找如雪,你别操心了,这上飞机的时间快到了,我不和您说了。 说完,我不带爸爸说话,就匆忙地挂了电话,游子平复了好一会儿的心情,才苦笑一声。 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毕竟是成熟了一些,我已经懒得去纠结这种事情。 无非是,车到山前必有路,传到桥头自然直的事,纠结也没有任何意义。 我倒是感慨,年纪越是大,精力越是多,我就越来越像我师父一般,不想事儿,光棍儿的精神也越来越重。 下一个电话,我是打给成亲哥的,成亲哥的声音,永远是那样,懒洋洋的,带着一些清冷。 就等着你电话了,说吧。 我又是无奈地笑了,那一张影碟已经让我草木结冰的感觉,所以我思千想后还是觉得把它交给成亲哥是最好的。 但当时我也来不及解释什么,因为我找到成亲哥的时候,他并不在家,而是在办公室。 我总觉得不安全,只是含含糊糊地把影碟交给了他,暗示他一定要收好,先别看。 果然,成亲哥是知道我要解释的,我也懒得废话,直接说道。 那张影碟里,如果我没有看错,是有重要线索,多得电话里也说不清楚。 成亲哥,你要记得,那可是咱们最大的希望。 我不信任,信任部门里的某些人,原因我不想在电话里面说。 你只要记得,一定要好好收藏那张影碟就好,备份也可以的。 成亲哥在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重要的线索,你是指…… 是的,我就是指的那个。 其实,影碟本身不重要,如果一试了,再去要,就难免引起怀疑了。 我就是这个意思,虽说小心了点,但我不得不小心。 我这段话说得够乱的,不过我自己也不清楚,只是直觉该这样做,就这样做了,而事情也由不得我不小心。 成亲哥没有多问,语气也没有泽泽的,终于带了一丝精神,他对我说道。 放心吧,就在我这里,你和成亲办事的时候要小心。 等你回来,我们聚在一起再说。 嗯,说完这句话,我就挂断了电话,脑子里再次想起了那张影碟的事,想起了那些个镜头。 那镜头,是师父给我指的那片湖有多美丽,看似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在镜头里,师父一只手指,指着那片湖,一只手则很自然地搭在了身侧。 可就是,那一只手,比了一个手势,估计是怕我忽略那个手势。 他在短短的时间内,放开了手,又再次比了一下。 那个手势的意思,我怎么可能不记得? 那是小心,留意的意思。 具体是小心,留意,他指的那个地方,还是小心留意别的什么? 我一时间,还真的理不清楚。 我唯一肯定的是,就是那个手势,我绝对不会看错。 而且,师父还一连做了两次。 这手势,恐怕只有我们师徒之间能够懂。 那是关系到小时候的回忆。 我起初开始练习手诀,那复杂的手势,通常弄得我手抽筋。 虽说我练功,也算得上勉强。 可是,性子一上来,难免就在我师父面前哭鼻子。 于是,师父就想了一个办法,对我说。 三娃儿,你想当红军,特别是崇拜那些地下工作者吗? 师父告诉你,那些地下工作者,都有自己秘密的联络的特殊办法。 我们,也弄个特殊的联络办法吧。 我崇拜红军,但什么时候崇拜过地下工作者? 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微微一笑。 师父倒是够能忽悠的。 但到底是那个时候,我还是孩子心性, 本能地觉得这是好玩,也就应了师父。 结果就是,师父把那些复杂的守绝动作分拆开来, 一个动作表示一个意思让我练习。 年生日久,守绝我已经熟练无比, 那些动作代表的意思也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看来,师父也没有忘记我们师徒之间这个小游戏。 人一回忆起来,难免就有些收不住思绪, 总是想起那段竹林小柱的岁月。 为了让我练习守绝, 师父老长的一段时间没有说话, 比个手势就代表要吃饭要出去的, 想来也真是有趣。 如果,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我的脑子中刚冒出这个念头, 就被我生生地打散了自己的思绪。 伤感还是不要的吧,念念乎乎, 虽说是陈诚一的本性, 可是,在这些时光里, 难真是不合适。 看了看表,登记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也站起了身子, 心里反复只是想着, 师父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 给我留下这样的讯息。 而在鹰蝶的后面, 他会不会对他的不辞而别给我一点解释? 在飞机上的时间也不算多么难打翻, 在适宜的温度下就竟然上涌, 我也就干脆睡了一觉。 当我醒来时, 飞机已经快降落到昆明机场了, 长长地伸了个懒腰, 随意地翻看了一下报纸, 时间也就这么打发过去了。 只是, 从我下飞机, 一直到走出机场, 我都没有看见任何人来接我, 六姐她也没来。 我和如雪约定的地点是在六姐那儿见面, 六姐没来, 我也不是多在乎, 又不是找不到路, 随意地叫了一辆出租车, 就直奔六姐那里了。 在出租车上, 我给六姐打了一个电话, 在那边, 六姐有些惊奇我, 怎么已经到了昆明? 我这才想起来, 我原来没给六姐说, 我今天就会坐飞机赶来, 可真够糊涂的。 六姐在那边笑得暧昧, 半开玩笑, 半认真的说, 诚意, 你是一心着急, 怕也想不起这些琐事了吧。 握着电话, 我的耳朵也不自觉有些发烫了, 这时, 电话里传来一个有些远的清淡声音, 他来了, 那我去做饭吧。 六姐只是呵呵地笑着, 也不评论, 而在我心底, 却不自觉地荡开了一丝丝的淋漪。 如雪, 做饭, 很温暖的感觉。 到了六姐家, 却没看见如雪的影子, 看我二愣子般的样子, 六姐笑了一下, 晚了一下, 吹落在耳边的头发, 朝我拦拦嘴, 示意如雪是在厨房里忙活。 我傻呵呵地笑, 抓着脑袋,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抬脚就要往厨房那边去。 六姐却一把拉住我, 便洗法地拿出一条毛巾, 在我身上上上下下地胆着, 一边胆着, 一边说, 你看, 一路上风尘仆仆的, 也不胆得身上的灰, 还一嘴酒气。 说话间, 六姐让我站着, 然后, 也不知道从哪里, 弄来了一杯茶水, 塞在我手里, 又在我嘴里, 塞了一块, 也不知道是什么香香甜甜的东西, 才说道, 自家做的鲜花饼, 吃一块, 再去去酒气, 你看你一身酒味, 也不怕熏着人家如雪。 鲜花饼很好吃, 花的香气和饼的甜腻融合在一起, 一下子就压住了我嘴里的酒气, 再喝下一口六姐自制的花茶, 我再哈口气, 嘴里的酒味真就没了, 我又冲着六姐傻乐, 总觉得有如雪在的地方, 我就是很快乐, 但同时, 智商也是比较让人担忧的。 去吧, 六姐轻轻推了我一下, 然后就提着我的行李, 帮我放在楼上去了。 都说岁月无情, 但是我总觉得岁月一直都很优待六姐。 这么些年过去了, 它或者老了一点点, 但绝对不明显, 可是身上的风情, 还是如我初见它一般, 一朵完全深海的鲜花, 也不知道什么样的男子, 才能入得了六姐的眼。 这样想着, 我买着急切的脚步, 望着小院的厨房那边赶, 可是走得近了, 脚步车又慢了下来。 这么多年了, 还是这样, 见到它, 心还是会一跳。 上一次见面是在医院, 总觉得自己受了伤, 估计也就没那么多了, 不对着如雪软弱, 还能对谁软弱, 可一旦恢复正常了, 我又成了这种不争气的样子。 如雪在厨房里忙碌, 一走进来, 我一眼就看见了她, 有些大的白衬衫, 蓝色的牛仔裤, 休闲鞋, 一头长发, 渐渐单单地用一根皮筋捆着, 有些松散, 额前还垂着几缕黑发, 没有捆住。 侧脸一如既往的平静, 也一如既往的美。 我已在厨房的门口, 就这么看着如雪, 嘴角不自觉地就上扬了, 很少看她穿普通的衣服, 多数都是简单的描服, 但如雪就是如雪, 无论怎么穿, 都是一如既往的好看。 冷清依旧是冷清, 可是在厨房里忙碌的她, 却不会让人觉得高高在上, 反而多了一份烟火气, 男人看见了这样的她, 多半会觉得幸福吧。 想着的, 无非是谁那么有福气, 让这样的女子, 再为她在厨房里忙碌着。 不行, 我骄傲了, 想着嘴角的笑意, 就再次压抑不住。 张扬地, 咧嘴笑了, 不能相守, 也不再是烦恼, 这样的幸福一瞬间一瞬间地连接在一起, 多了也就满足了。 来了, 如雪专心地切着一个土豆, 并未回头, 一双手仿佛是有魔力似的, 看着细细溜溜的土豆丝, 就整齐地在刀下拍裂的戏仁。 我很自然地走过去, 就拿过了如雪手里的菜刀, 很自然地就帮忙切起了土豆丝。 不过, 我切出来的土豆丝和如雪比起来, 那就跟土豆条似的。 如雪歪着头, 瞅我无奈地一撇嘴, 最终还是说了一句话, 你还是出去吧, 别添乱了, 做火腿土豆饼的土豆丝, 要切成这个样子, 怕时间不好了。 我舍不得出去, 但也只有放下菜刀, 重新抱着手, 引门框, 看如雪忙碌着。 不到十分钟, 六姐就进来了, 身后跟着一个男人, 长得周正, 憨厚而强壮, 可以带着几分彪悍的气息, 一看就是一个苗族汉子, 哟, 这么缠绵, 一步也舍不得离开? 六姐开着玩笑, 眉眼都笑开了, 可是我还是看出 一丝心疼与无奈。 我和如雪的情况 六姐心底最清楚, 可是我也不在乎, 能幸福的时候就幸福, 懒得去想不开心的事, 反正是一副 没心没肺无所谓的样子。 出来吧, 陪我和你六姐夫喝点茶, 说会儿话, 如雪在这里还能跑了不成? 六姐推了我一把, 我倒是吃惊, 六姐夫, 哪来的六姐夫? 刚才我还在感慨, 到底是什么样的男人, 才能够入六姐的眼。 没想到, 真正的六姐夫, 还就站在了我的面前。 那是个苗族汉子吧? 当下也不多话, 赶紧跟着六姐出去了。 晚上的菜很丰盛, 香气肆意的火腿土豆饼, 热气腾腾的起锅鸡, 清爽鲜嫩的炒笋, 还有一道铜锅鱼, 很典型的云南菜, 可是出自如雪之手, 光是看着就让人馋。 我拿起一个火腿土豆饼, 也顾不得烫, 一口就咬了下去, 烫得我赶紧哈气, 却又忍不住使劲往下咽。 这也怪不得我, 火腿自带的咸鲜味, 很自然地融入了土豆饼中, 煎得火候又刚好, 外面一层酥脆, 里面的土豆泥又烫又软, 喝着火腿的肉, 让我差点连自己舌头都给吞了下去。 你们慢点, 六姐笑着招呼道, 因为如此吃相的不止我, 还有六姐夫韩元, 月宴苗寨的人都有汉人名, 六姐告诉我的, 自然就是六姐夫的汉人名, 我第一眼看见六姐夫, 就觉得这个人很可靠, 事实上也如此, 他追了六姐快十年了, 没有甜言蜜语, 也不解风情, 唯一的就是默默地照顾六姐, 为六姐做事。 六姐刚才在喝茶时, 带着玩笑的语气对我说道, 韩元这一辈子, 唯一对我说过的情话就是, 我的命, 如果你要, 可以拿去。 六姐夫就是这样的人, 原来, 能入了六姐眼的人, 不需要多英俊, 也不需要多有钱有权, 只需要他是一个实在人, 不过, 六姐这样玲珑的女人, 给他考验的日子多了一些而已。 一顿晚饭, 吃得很是愉快, 六姐几乎是每吃一道菜, 都忍不住声赞一句, 最后放下筷子的时候, 还忍不住说了一句, 我咋就这么绷不住呢? 如雪丫头的菜, 我又不是没吃过, 可每吃一次, 就要忍不住要赞, 哎, 这是多巧的手啊, 多细的心思, 才能把每一道菜都做得那么好。 如雪的表情淡淡的, 没有过多的说些什么, 只是用剩下的起锅鸡汤, 给我烫着耳丝, 然后把碗递到我面前, 我在一旁笑得骄傲, 她不是我的妻子, 可是我可以把生命给她, 就如我师父对林青奶奶一般, 所以我是有资格这样为她骄傲的。 我想她也是如此吧, 六姐和六姐夫也不计较如雪的清淡, 一个寨子的人那么多年了, 他们还不了解如雪, 那才真是奇怪了。 时夜, 我和如雪随意地在房间里聊天, 我给她详细讲起了前些日子的事, 讲起了小鬼, 也讲起了那场战斗, 自然也准备讲起那场影碟, 可是在讲完那场战斗以后, 发现如雪含有的表情有一些哀伤, 我自然地握住她的手, 问道, 啊, 你怎么了? 老鬼和红子, 灵魂深化了, 是很好啊, 可换成是我, 遇见那样的情况, 我也许更愿意灵魂就随风而去, 换得多留在人间的日子, 哪怕一天, 如雪这样说道, 为什么? 我扬眉问道, 这个想法倒是很奇特, 因为我放不下, 有一天时间, 我可以用来告诉, 会为难过的人们, 不要难过, 可以再陪陪她, 如雪望着窗外, 悠悠地说道, 神情依旧平静, 只是话里那份炙热, 仔细一想, 觉得整颗心都烫了起来一般, 这就是如雪吧, 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变, 面上比谁都清冷, 平静, 心里却如此地活热, 我和她会相爱, 也许是注定, 但事实上, 我们骨子里, 有着一样的特质, 都是清官难过, 会说着, 我不放那种人, 我看着如雪, 想握住她的手, 无奈此刻, 我已经不是伤员, 气氛在这种时刻, 变得有些微妙, 可这时, 我的电话铃响了, 我接起来是成心哥, 啊, 我已经在东北某某省某某城了, 你们过来吧, 情况有些不对劲, 这是成心哥, 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不对劲, 是有什么不对劲, 我一时间, 想不出来, 成心哥, 到底没在电话里, 说清楚什么, 只是催促我们, 先尽快过去, 这样的成心哥, 倒是少见, 在正常的时候, 他都是那个, 不紧不慢, 笑容温和的春风男, 这一通电话, 从某种程度上, 也打破了, 我和儒雪之间, 微妙的气氛, 也就无心在聊什么, 商业了一下, 决定明天就坐飞机过去, 儒雪, 也就离开了我的房间, 去六姐的房间, 和六姐同睡了, 至于六姐夫, 今天晚上只能委屈一下, 在楼下打地铺, 毕竟, 她的房间, 让我给住了, 第二天, 我们就同六姐和六姐夫, 道别, 买了当天, 最早的机票, 赶往东三省的某个省, 可惜的是, 成心哥所在的城市, 并不能直通飞机, 所以, 我们赶往了最近的城市, 然后, 辗转着, 很干脆地, 包了一辆车, 去到成心哥所在的城市, 这是华夏最北方的城市, 到了这里, 我才知道, 我有多实测, 往我走南闯北, 去了那么多的地方, 由于太过匆忙, 真的是准备不足, 到了这里, 我才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冷, 实在是太冷, 十月, 华夏很多地方, 都是天气微凉的秋天, 在这里的十月, 比我家乡最冷的冬天, 还要冷, 而且, 看样子, 是已经下过了一场雪, 所以, 我和如雪一下车, 都冷得发抖, 我赶紧找出了, 我在北京匆匆忙忙, 买的两件羽绒服, 先给如雪披上了一件, 然后自己再穿上了一件, 匆忙之中, 我也只有这些准备了, 毕竟这几个月, 我都在忙碌, 一切的准备, 都是诚心哥在做, 我没想到那么多, 没想到如此的实测, 如雪所生活的地方, 是一个温暖的地方, 比起我们家乡四川, 还要暖和一些, 就算披上了羽绒服, 她仍然是冷得发抖, 显然, 不适合这里的天气, 我看得心疼, 几乎是没有什么犹豫的, 打开了自己的羽绒服, 从背后, 把如雪整个人抱在了怀里, 在我抱住她的一瞬间, 如雪的整个身子, 忍不住僵硬了一下, 而我则低一声说道, 别动, 没别的意思, 就是不想你被冻死, 如雪的身子软了下来, 轻轻地靠着我, 当真也就不动了, 可是也没说什么话, 我们就静静地, 站在这个街道的街头, 因为诚心哥说, 要我们在这里等他,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心暖了, 身体也就暖了, 这样的依偎着, 如雪的发香, 挑动着我的呼吸, 就如同我沉溺在他的世界, 外面的风, 外面的冷, 在那一段时间, 我几乎已经感觉不到了, 我希望时间能过得慢一些, 再慢一些, 无奈, 没过两分钟, 一个轻笑就在不远处传来, 我看见是诚心哥, 倚着街道旁的路灯, 笑望着我们, 看见我已经察觉到他的存在, 他才抱歉地说道, 长夜, 真是不好意思, 不想打断你们的, 但是我弄不出点什么声响, 我怕你们就这样, 站在街上, 到天荒地老, 冻死也不会冻一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